阿嬤 啦啦隊員 好啦 還是好可怕 是酷弊 還是詭異 美國一名55歲阿嬤勇敢做自己 報名要成為史上最老啦啦隊員 沙朗 習孟斯30多年前成為單親媽媽後 只好把自己的夢想先擺在一邊 這位對高齡55來說還算很辣的阿嬤 最近參與了達拉斯牛仔隊的征選 但在影片中她看起來有點力不從心 儘管習孟斯的旅逼驚人 包括成為作家 演員跟健身選手 很多人說習孟斯沒有被年齡設限 而勇敢追夢 為他們帶來啟發 不过席梦斯也不会成为NFL上第一个奶奶啦啦队员 因为先前苏西桑切斯以37岁之灵就做了阿嬷 要我们用猜的 我们会说这些女士八成是偷了未出生婴孩的灵魂 才能保持青春永驻 你觉得职业啦啦队员应该要有年龄上限吗 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吧 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